大家好 我是彤文勋 今天是2020年2月13号 那很久没有录这个Wolf的节目 那因为最近有关于武汉肺炎的问题 那当然中国要求把这个名字改掉 所以叫做新冠肺炎 没有关系名称不重要 但是我们来看其实去回顾一下 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 好莱坞有一部影片 名字叫做我是传奇 那这个影片呢 在当时看的时候觉得说是一个 这个主角演得非常的好 他呢 威尔史密斯 一个人跟一只狗 就撑起了整部电影 那背景呢 他是把曼哈顿 纽约曼哈顿的主要的场景 都变成是废墟 那他是一个科学家 这个整个灾难是怎么来的呢 是在这个场景之前的三年 那也就是电影进来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科学家在接受 媒体的采访 然后说什么呢 说呢他为了要对抗癌症 把病毒 他讲的是想要麻痹的这个病毒呢 把这个病毒呢 他们做基因工程把它改造 变成是一种药物 他具有疗效 可以治疗癌症 结果很多人使用 记者问他说 你总共治疗多少人 他说10万零九 九十个人 那全部都治愈 结果过了没有多久 就发现说这些人呢 身上有一种 类似狂犬病的这种一个变化 然后病人会丧失理性 会攻击别人 所以变成变种人 结果这种变种人 因为病毒的关系 所以他会传播 他会感染 使所有人都变成变种人 那这个男主角呢 很不幸 他身上有抗体 天然的抗体 性也不幸 天然的抗体 所以他不会得病 就像这次的武汉的肺炎 有人得病 有人不得病 在同样的环境里面 那所以 人类去改造基因 然后造成浩劫 事实上在2007年的时候 电影就已经演 就已经演绎一遍给大家看了 然后当所有人都想要逃离这座城市 不想要被病毒感染的时候呢 这个电影里面也有 主角在回顾 他当时 因为有特权 他是军人 而且他是重要的科学家 他在研究这个病毒 所以国家特别保护他 那因此要做遣送的时候呢 他的妻女是可以优先被遣送的 去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但很不幸的 在搭上直升机的时候 那个直升机就出事 然后事实上 他们还没来得及熬过这场疫病 就已经死在了主角的面前 那从此之后呢 他身边的人就一个一个死了 整个曼哈顿只剩下一个人 以及一只狗 还有一些变种人 变种人半夜晚上的时候就会出来 那这个故事其实有两个版本 这个这是这个电影 当时比较有趣的地方 是在2007年 最后这个版本呢 是他为了要研究这个 治疗的这个解药 所以呢 他去抓了一个变种人 回来在地下室实验室里面做研究 已经快要找到解药了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他抓的这一个变种人呢 是一个女性 她是变种人的领袖 的女儿 她们即使是变种人 也有亲情的存在 这个是这个电影的这个安排 所以呢 就攻击攻破 找到他的这个隐匿的这个地方 隐藏这个住宅 然后最后他就是拿了一个手榴弹 然后跟这些变种人同归于尽 另外一个版本呢 是他把这个变种人 这个女孩呢 交还给他的父亲 然后他们大和解 之后他真的找到解药 带着解药去找到了其他幸存的人 那为什么这个电影叫我是传奇呢 是因为最后 虽然他的妻女都都死了 他事实上是没有没有继承人的 他没有后代 可是所有的人都把他视为 未来的所有的人类的怎么样 祖先他们称为他们称他为我们是他的legacy 就是说我们是他的继承人 我们是他的后代 那所以这个电影的名字才会叫做I am legend 就是他是传奇 我是传奇 那今天来看武汉肺炎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怀疑 有看到很多的报道 怀疑说事实上这个病毒呢 是被中共某一些人在做研究的时候呢 利用已经寄存的技术 用基因枪去做基因工程 在病毒里面植入了不同的基因 然后才会有这种特质 他在传的传递的感染人群的这种过程中 从第一个人传染给第二个人的时候 毒性还很强 所以他马上会让宿主死亡 可是他当他传第三个人 一直人传人一直传下去的时候 他的毒性显然越来越弱 但我们今天要说他毒性变弱 并不是说他就是像一般的流行性感冒一样 那么的弱不是 他仍然是有很强的致死率 因为一般的流感 他的致死率只有千分之三到五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了武汉肺炎 即使是官方的数字 他的致死率都是2% 这事实上上下有40倍以上 所以即使今天传到今天 他的致死率都非常的高 那只是说他不会马上让宿主死亡 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病毒传到今天 是不是真的是实验室出来的 看起来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只有实验室出来的病毒 才有这种特性 一开始很强 后来越来越弱 跟大自然中衍生出来的病毒的情况 似乎不太一样 不过阴谋论是真的也好 假的也好 现在所有人在面对这个病毒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面对一个残忍的事实 我是相当悲观的 我不认为中国有能力抑制这个病毒 这个病情 那么从最近中共的整个从上到下的反应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病毒本身应该是没有那么快 可以停止或是被消灭 那中共有人期待 他会像SARS一样 到了夏天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可是现在有很多冠状病毒的专家出来说了 冠状病毒从来没有怕热这个说法 所以到现在新加坡泰国其实都很热 可是为什么他在新加坡跟泰国一样可以流传 所以不要去揣测或是或说期待 到了夏天这个病毒可能会消失 我们甚至要有一个觉悟 就是说这个病毒有可能变成在地球上一直存在的 然后不断的卷土重来 攻击人类的身体健康的这样一个病毒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 跟时间赛跑 跟时间赛跑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尽量防卫好自己 包括自己的自身的免疫力 整个环境 减少旅行 然后 等待解药出来 等待解药出来之后还可以大量的复制 然后等待疫苗出来 等到疫苗研究成功之后还可以大量的复制 才来的及施打 可这个时间显然都会蛮漫长的 尤其是疫苗 它有一定的制造的时间 从研发到动物试验到人体试验 即使跳过动物试验直接进入人体试验一样 它疫苗必须要用三代以上的 在实验室里面的干净的机所产下来的蛋 然后去制造疫苗 它有一定的时间 它不是说我们今天说 我要150万支疫苗 就马上就弹子之间就做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跟时间赛跑 没有人说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去唱衰中共或是唱衰中国 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因为所有人都受到了威胁 那台湾相对来说 对全世界来说 台湾因为我们的医疗跟保健 我们的水准是全世界第一 最近还有一个评比出来 所以即使罹患这个病 也没有必要请家荡产 因为公费有健保会给付 然后我们的医疗水准是全世界第一 所以平均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医疗的分配 是足够的 足够保护台湾人自己 可是不代表我们防疫的漏洞 如果打开的话 包括所有的台商 如果都从中国回来 台湾的医疗体系 有没有办法承受 同时承受这么多的 第一个要检疫 第二个要隔离 第三个一旦病发 我们必须要送进医院 加护病房 隔离病房 负押隔离病房 台湾总共只有一千一百床 而平常这些病床有没有在使用 有 因为到现在肺结核在台湾病没有根绝 所以有一些开放性肺结核的病人 事实上是需要使用到负押隔离病床的 那么目前努力的把这些病人 能出院的出院不要占床 可能还有一些排挤的效果 所以努力的控出来 大概还有六百多床 这根本无法应付 像武汉的任何在湖北的任何一个小城镇 的病况 台湾就已经 我们整个医疗体系的承载就已经爆了 所以今天在讲 要不要把在中国的台商接回来台湾 这个议题 台湾的政府不敢 展丁杰的人说yes or no 他不敢讲 然后支支吾吾的在讲的人道 在防疫的问题上面 讲人道其实是模糊了问题的焦点 问题的焦点在防疫 而防疫的本身 防疫的本身最有效的方法 似乎是围堵 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一再采取围堵的手段 而目前我们看到今天的新闻 2月13号的新闻 非常重要的就是 被围堵的是湖北 有一个地方 叫做实验室 那实验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城就整个被封起来 总有多少居民呢 这些居民所有的人都必须要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 不准出来 由政府统一派给什么 使水 好 这个问题就是你平常如果慢性病 或是已经是癌症患者 正在医疗的人 也通通都会被终止他的这个医疗 那中国在打什么算盘 看起来中共是打算 拿这个地方当作是一个样本 如果整个城在这种封锁的情况之下 14天之后 他们确实诊疗出来的感染的数字有降低 那么我相信所有的中国的各大大小城镇 可能都会仿效这样一个方法 可是更严重的一点就是 习近平在中央 在北京 开始喊了 这个防疫的措施已经过当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开始拼经济 也就是说叫大家复工 封城之后再重新打开 问题可能会更严重 复工是复工不了的 只要有一个人感染整个工厂的人都要被隔离 所以复工不了的情况之下 用这种14天来所有人都被封起来在自己的住家 我们亲里有数 这个就是怎么样 用隔离的方法再杀人 反正没有医疗嘛 医疗设施既然跟不上这个病毒的传递的传染的速度 就让所有人该死的就死在家里 死在家里只剩下收拾大队了 你只要把有限的防护医 给这些收拾大队的人 保护好中共维稳维护政权的几个要素 军队 武警 公安 保护好这群人继续为中共效劳维持这个政权 然后呢 让他们自己的亲人 家人 朋友 亲戚 关在楼道里 关在房子里 使水由公家来送 是不是都能够送得到 不知道 你敢不敢上街去抗争 那大概就是大行伺候了 直接就地处决 都不在话下 那么我们可以想见的 这个疫情是习近平在连续三年以来 遇到的第三只黑天鹅 第一只就是中美的经贸大战 第二只2019年的香港的反送中 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 到了2020年 谁都不知道 你今天回去看 自己在2019年12月的时候 你在脸书上 你在你的推特 你在你所有的社群网站上面 你留了什么美好的相片 留了什么样的留言 转传了怎么样的新闻 你真的无法想象在一月 短短的几天之间 武汉封城到今天满一个月 刚刚满一个月 局势这样变化 然后今天整个湖北 所公布的他的感染的人数 突然跳了一万多人上来 死亡的人数呢 也整个跳上来 突然增加了两百多人 那这个东西是突然湖北变成时了 还是他们要换 他们要换这个书记 他们要换地方的手掌 所以呢甩锅 把这个数字呢做大 把一些还没有确诊的案例 用临床的医学的方法 我们不要再去验了 我就看你有症状 我就当作你就是了 把这些数字全部拱上来 拱上来之后 第二天一定会下来嘛 因为把没有确诊的数字 通通都弄上去了嘛 就会出现一个大滑坡 所以就会 大家都欢心鼓鼓 你看现在已经出现拐点了 拐点是人为的 所以当你的人为的 为政治而服务 把科学医学都为政治而服务的时候 这就是今天 出现在中国的问题 其实遇到了三只黑天鹅 其实都是文明的冲突 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他有所谓的 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产生的结果 第一个 中美经贸大战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文明的冲突 2019年的反送中 仍然是一个文明的冲突 一个民主自由的香港 要对抗一个极权的 不民主的中共 我相信现在所有的中国人应该可以理解 为什么2019年的时候反送中的行动 会在香港风行草演 谁愿意被这样的一个极权政治体制所束缚 所统治呢 那到了2020年 就是因为这个文明的问题 文明的问题 所以从上到下说谎 说谎隐瞒 然后到了事情无法收拾的时候呢 甩锅 即使李文亮死了 现在所有人都怎么样 歌功颂得奖 传颂英雄 有没有人去追究 当时是谁下的决定 是习近平吗 从武汉市长 他的说法 看起来 中央的决定吗 这是国家级的疫病 这是国家才能宣布 不是他一个区区的武汉市长可以决定的 他有没有说错呢 言之成立 可是当时是 谁下令公安去抓人的 去让吹哨的人的声音 没有办法到达所有人 那这些人 这些又该是谁负责呢 所以讲这个东西 事实上大家心情都是很沉重的 但中共喜欢把伤事当喜事来办 中国面临这一场浩劫 这场浩劫可能会变成是 不只是中国的浩劫 是全世界人类的浩劫 我们能不能够迈过这一关 关键在于 药物 疫苗 是不是能够赶快 跟时间赛跑赶快出现 可是对于中共来说呢 这的确是他生死存亡的关头 那中国人有没有足够的勇气 在这个时候来推翻他呢 或者天意 难逆 光是这个看不见的小小一颗病毒 是不是可以打进 中共的三军 打进武警 打进公安系统 让这个政权自然而然的垮台呢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 现在如果说去预测 五六月的时候 这个疫情就会减缓 跟我们现在去预测 是可以精准检验的试纸 可不可以有治疗的药物赶快出来 可不可以有这个预防的疫苗可以赶快出来 这个是台湾可以为全世界做的 可以为全世界努力的 表示根本物资 表示根本物资 根本物资够 你不用抢 可是同时他又暗示警告 如果疫情扩散 也许轻症的患者怎么样 可以不用住院 其实他就是在打预防针 新加坡的医疗的系统也不够 到时候可能根本没有办法住院治疗 所以开始打预防针 日本现在已经下令 明天开始任何的船舶以及飞机 只要上面有任何一粒确诊 那么整台飞机 不管你是什么国籍 包括日本人 不准入境 这是日本的决断 尤其日本现在很担心的一点 他们遇到的是什么 七月底八月初的东京奥运 如果他没有霹雳的手段 恐怕日本在这一场 疫病的浩劫里面 会是中国以外的最大的受害者 只能说遇到这三只黑天鹅 我们不看好习近平 他很难迈过这个坎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还派了两次 派军机来绕台湾 想做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常常在说的 中共死也不敢打台湾 快死了就会打 打了就得死 我们静观其变 我比你还想做什么 他可能会不会承受 我们不能摆拖 判早前